这只苗表有多神奇 按下后就能停止时间 甚至还能切换平行世界 小黄在达志上意外发现一条广告 魔法苗表只要4块9 快递小哥送货上门 只需一按 时间便会停止 小黄拿丽莎试了一下 果然好用 再按下便会重启时间 从此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校长在台上演讲 他们脱掉了校长的裤子 然后又恶作巨大黄 他每次拿起甜甜圈就会消失 就算整合往嘴里倒也不行 大黄甚至想自杀 下一秒 水果刀就变成了香蕉 突然他的衣服也没了 市长召集了所有人 是要找出幕后黑手 可他却成为小黄恶作剧的目标 原来市长早已猜到 他在地板上撒了紫外线粉末 关灯以后 顺着脚印的方向 找到了小黄和豪斯 大家群起而攻之 两人仓皇逃跑 危急关头 他们再站下时间停止器 所有人定在原地 只差一点 小黄的命就要没了 这时豪斯发现苗表摔坏了 小黄连忙捡起来组装 可苗表却失灵了 世界将永远停止下去 他们将所有喜欢的东西都搬回家 但这样开挂的人生属实无良 小黄想回到家人身边 他们找到修表说明书 可他们却足足学了15年 小黄装上最后一颗零件 开车前往了事发地点 他们找到一个替罪羊 最自然的地 慌狂的受害者逮住马丁 把他按到地上一顿胖揍 家人发现小黄变成大人 屋里还有很多奇珍异宝 可小黄这些年早已看淡了一切 他把苗表扔给丽莎完 丽莎竟按下红色按钮 没想到 打开了平行世界的大门 他每次切换 都会到另一个平行宇宙 甚至有个宇宙还会成为神奇四侠 OK 那个步骤 What's up